北京时间7月11日 国家跳水队已经抵达日本福岗 为本次游泳试井赛做最后的冲刺 国家跳水队本次派出了18人参加13个项目 目标依然不变 就是包揽所有的13斤 备受关注的全红蝉 参加女子十米台和女子双人十米台两个项目 从国家队的测试赛成绩来看 她和陈玉希的双人组配合越来越好 双人测试赛的成绩甚至超过他们俩 创下世界纪录 确实太恐怖 单人测试赛中 陈玉希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 总得分超430分 你很难让她犯错误 这也是她能多次击败全红蝉的原因 全红蝉得分跌破400分 也是近两年来首次 从这一点来说 全红蝉的稳定还要加强 不能轻易失误 女子十米台 依然是这两位小姑娘之间的较量 希望她们可以发挥出该有的水平 国家队出征前的定装照 和国家队服饰赞助商的广告花絮 被公布出来 我们看到全红蝉非常可爱 拍定装照的时候 假装很正经 露出了很职业的假笑 到后面又回归搞笑你的本性 表情非常古怪 这才是大家喜欢的样子 穿统衣时装拍摄时 几位队员展现出来恐怖的核心力量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个动作一点都不简单 整个拍摄过程都非常欢乐 国家队出征时大家都穿着这个衣服 全红蝉背着背包 后面有几只可爱的玩偶 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 国人们调侃到 不会是装着零食吧 事实上 为了控制体重 全红蝉很少吃零食 所以 这个袋子里应该不是零食 希望可爱的全红蝉 能顶住压力 再闯辉煌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